文協在98年那屆一直都沒有,接著沒有錢,就是那些職員,辦事處,接著我幫他籌款,在海洋皇宮,跳上去,找肥媽兩個歌聲幫他唱歌,我們掃居馬費給別人,接著籌了幾十倍,我真的很後悔,講講講,現在回想起,為甚麼呢? 到頭來,今天,你都是講同樣的事,做同樣的事,反對五區祖英池最厲害的就是馮劍基,現在的情況,在整個泛民主派裏面,這三個黨,現在只有公民黨和我們都暫時很奇怪,這個世界真的是這樣,沒有永遠的敵人,沒有永遠的朋友,大家都想著我們和公民黨大家細成水火,結果在這個問題上,現在綁在一起, 所以我們對公民黨仍然有很高的期待,如果民主黨破局,我在這裏懇設要求公民黨 我們是局去的,我們三個就局交易三個,為甚麼呢?因為我們兩個黨加起來五個選區,總共有多少席呢?有七席 但是九龍東就只有一個,我們沒有,新界東有兩件,但是湯家驊就不會遲的,一定是阿茂 九西他們也沒有,只有我一隻,新西他們也沒有,只有阿茂 好啦,講到,他有兩隻,我士大可以選一個,那局就是,如果他跟我們一起玩,一定是我們 剛剛好而已,剛剛好而已 所以明明中有主宰 如果你說我們兩個黨加起來,某一個區沒有,那就沒有五區動詞 我那天在立法會講一句,就是由拉丁嚴語譯過來的英文,叫做 Let justice be done 接著呢,Do heaven fall 即是,哪怕天塔下來,都要伸張正義 這個真是很有意思,我哥 哪怕天塔下來,有甚麼這麼大的事情 不做就不做啦 有些人說,你三個遲,會全家產的,全家產都沒有辦法的啦 這個是選民的決定 選民的決定要全家產的,全家產啦 2012再來,看看是全家產,再全家產就收工啦 當然在街上 還有,有時候就不要這麼早看低選民的政治智慧 好像民主黨那樣,經常說那些選民不明白 喂,因為那些選民不明白,選了你民主黨那麼多年啦 他們當然要明白啦 現在要明白啦 我們要令到香港的選民明白啦 民主黨過去是出賣勞工利益 出賣公屋居民利益,出賣社工利益 當然可能要出賣香港民主利益 要令香港市民要明白啦 所以這次選舉,我們要令到全香港市民 是明白這個選舉要看甚麼 你知道嗎?我早兩天發夢,我辭職 接著再辭職,你聽我說 我發夢,我辭職 我發夢,我辭職 我發夢,我走出來,轟轟烈烈在這裡辭職 接著,選不回進去 接著我老婆拍手掌 這個不用發夢的事實上 很高的事實上就是這樣 很多年前,我老婆有一次選舉 我叫她助選 她說,有幾屆我老婆完全不肯幫她助選 她說如果要助選,她要幫對方 嘗試過幾屆啦,辭職 是,真的 幸好都選到 真可憐 所以做這些政治事對家庭也很大 我早前在YouTube看到一些片 就是我罵李華明的 這個就是94年 再罵幾次 他堆壞了劉慧卿那個全面直選方案 他投棄權票 迪志遠、王偉賢、李華明 三個民主派會短的立法會議員 再加一個王弘法 搞定了卿姐 差一票 所以有職可尋的 我都說 他拿這個銀子經分章不是沒理由的 最近又有人放了一段片在YouTube 你那是甚麼呢 我做龍門鎮 嘉賓就是楊森 李柱銘 司徒華 講的題目就是 劉千石辭職 退黨 還是辭職那件事 接著講到最後 我說 我叫他們辭職 我辭職 這也是一個辦法來的 抗議 他說不應該辭職 那我不應該辭職 搞議會抗爭 訴他長 十五年前說的這些 他們不做你做 所以 做了 繼續說 我看那段片真的很好笑 十五年前我說的 我說議會抗爭訴的場 有這句而已 放上網 我看那些人都算有心 你明白嗎 放上網 那時三個都還很年輕 華叔還是很瘦 你明白嗎 李柱銘 你也很瘦 我也很瘦 現在說的是白頭弓女 即是說當年 但是 為什麼我們十幾二十年來講的東西 真的沒有變 奇怪的 社會沒有進步 我又沒有進步 說來講去講的 好像你看共產黨四十年代的社論 跟社民連講的東西都很像 要求國民黨結束一黨專政環政於民實行普選 是六十年前講的 是六十四年前 是一九四五年 共產黨講的 當年 當年 毛澤東 見黃炎培的時候都說 我們要打破中國歷史的周期律 即是那個城王敗購的周期律 就是靠民主 我們共產黨 即是黃炎培說 我們中國的歷史就是改朝換代 即是城王敗購 一個朝代 推翻一個朝代 然後那個朝代 加一段時間 就等著被人推翻 是吧 一家一姓的天下 這種周期律 有沒有辦法打破呢 毛澤東說 我們共產黨可以打破這個周期律 就是實行民主 喂 那個是說幾年 六十幾年前 現在你經常說香港沒有這個條件 是吧 所以 即是 我那天也試過在議會 再次引述這個中早刊 我們都不想吃屎 大佬 你要吃屎就吃到夠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當然不想吃屎 我們當然要吃飯 所以不要給民主黨 帶領香港人繼續吃屎 是吧 我們再次呼籲各位朋友 特別海外的朋友 支持社民連 請你這輪幫幫忙 我希望這兩人 我就看到有些事情出現了 休息一會 10